有网友提问 说欧式烟机比中式烟机贵很多 是不是最好的烟机 这个烟机分类方式有很多种 流传的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中式和欧式之分 按照这种分类 中式是质量最差的 但因为外壳是可以冷烟 所以吸力虽然不大 但是一瞬间出来的吸烟的效果还是挺好 欧式吸烟力比较大 但是因为没有冷烟区 所以对于持续适量的油烟还行 但是碰到像爆炒就有点力不从心 大家一般都是这么定义中式和欧式的 看过我文章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是不太赞同这种所谓的中式和欧式之分的 无论从设计风格还是使用效果来说 我都不觉得这是什么中西方的差异 这分明就是硬塞过来的名字吧 我觉得按照顶锡和侧锡 这两种分法更合理 也更符合咱们当前对健康的一个要求 所谓中式和欧式 其实都属于叫顶锡油烟机 咱们抛开风量大小不说 这种油烟机把油烟排走之前 那个油烟已经被做饭的人先吸到体内了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油烟过了鼻子 油烟过鼻 虽然说排走了油烟 其他家庭成员可以不用受油烟的折磨 但是做饭的人却已经被摧残完毕 现在中国有很多不主动吸烟 甚至很少吸二手烟的女性 在50岁到60岁的时候会患肺癌 排除天气原因和环境原因 这些为家庭奉献了一生的伟大女性 往往都会经常下厨房 明白了吗 你应该选一个油烟可以不用过鼻子的油烟机 就是侧锡油烟机 从价位来说 侧锡油烟机整体要比顶锡的更便宜一点 但效果却一点也不逊色 甚至说更好 好 好 谢谢大家